现在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我们思想在我身边的朋友 给我什么样的帮助鼓励呢 今天我们一起思想历代至上帝 第七章提到了 其他的支派 六个支派的家谱 在上帝的国度当中 他们的任务 首先我们看到了以撒迦提到了 陀拉后代有组长 有大量的勇士在大卫年间 数算有两万 零两千六百人 接下来到后代 乌西有伊斯拉西 当中有许多的组长 跟大能力勇士军队 有三万六千人 进入家谱的有八万七千人 他们也加入 整个大以色列人 征战的胜行列 接下来是汴牙敏之派 长子比拉 次子比杰 在家谱当中分别有两万两千人 跟两万 零两百人 接下来是三子 耶迭 比勒汉 特别强调 他们的组长 都是大能勇士 能够上阵 打仗的 有一万 七千 两百人 第三个支派 提到的是 拿福他里有四个孩子 接下来 玛拿西支派 特别提到一个人叫西洛菲哈 他还特别在于 他只有女儿 没有儿子 而摩西 已经特别处理到 他们关于产业继承的问题 摩西求问神 深清楚的指示 女孩子 女儿也可以承受产业 是的 他们看中上帝的应许之地 他们看中神给他们的福气 他们勇敢的求问神 得着应许 而以法连 有一个重要的后代 是约书亚 他带领以色列人 可以进入应许之地 得着应许之地 他们后代也建筑 伯和伦 他们得着 伯特利 事件 等城 接下来是亚瑟支派 提到后代 是组长 勇士能够出战的 有两万六千人 这个六个支派 在所做的工作人数 比不上尤达支派 比不上利威支派 服侍神 那么重要 但他们也是 整个以色列支派当中 重要的一环 神看中每一个人 他们对神的国德摆上 提到在大卫年间 他们能够出战的 他们是为神征战的一群人 也被神纪念 是的 愿我们的名字 在神的眼中 被神纪念 也愿我们 起来支持我们的弟兄 我们的姊妹 一起加入征战 而且得胜的行列 我们来祷告 谢谢耶稣 看到以色列 每一个支派 能够贡献自己的能力 一起来一起承受神的允许 我们想以神的国 为每一个爱你的人预备 以让我们不负使命 在神给我们托付 教会的支份 生活的本分中 能够见证荣耀耶稣 谢谢主 祷告仰望 奉耶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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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